大家好,今天我们说一说雪中汗刀行 雪中汗刀行是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 烽火系诸侯的同名网络小说随着剧情的推进 导演把原著中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呈现在了大家眼前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徐凤年的红颜知己轩辕清风 原著中徐凤年的红颜很多 但要说知己就只有轩辕清风了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一样的出身大族却压力重重 一个装疯作傻,一个自暴自弃 其实轩辕清风是在徐凤年三千里游历的时候 那段时间虽然落魄 但却是徐凤年最快乐的日子 轩辕清风本是一个干被命运摆弄的金丝雀 直到其父轩辕竟成向天地求死后 他开始不择手段前行武道 他修行的是一种欺人内力成就自身的功法 整个灰山的第一波长老都当了牺牲品 期间徐凤年帮了他很多 更是送了很多听朝阁的秘籍到灰山 但这种旁门走到必有必端 为了帮助轩辕清风 徐凤年更是冒天下大不畏 送了他一方玉玺 就他吞食体内混乱的契机 徐凤年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帮助轩辕清风 只因为两人太像了 他正在走的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江湖梦 修为提升后的轩辕清风 却没有和徐凤年共进退 他能成为首位女子武林盟主 是因为和北梁划清界线 从而得到了黎阳朝廷的另眼相待 徐凤年两次和人猫寒生圈拼命 他也是抽身而退 他知道作为女子要立足武林 就不能头脑发锐讲一起 直到王先知放弃武帝城 要与徐凤年不死不休的时候 轩辕清风没有再退 他下了必死的决心 成了第一个阻挡王先知的人 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他有自嘲 自己傻不傻 不要可救了 与王先知的大战 不出所料的败了 临死一刻 他只有一个念头 两清了 幸好武当王小平及时赶到 挡住了王先知对轩辕清风的最后一击 这次之后他们关系更近了 最后的定理之战 一起轻衣的轩辕清风只差一点 便在百万军从中 取了北莽太子的手机 最终徐凤年和轩辕清风 还是没能走在一起 伴侣是需要互谱的 虽然相互挂念 但太过相似的两人 注定只能相忘不能相守 好了 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评论区留言 大家下期见